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预见过这种情况 你玩打野游戏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但你一个人没有抓到 告诉你啊 完全不用慌 这是正常现象 你只需要安稳的发育 然后等待机会就好了 这样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会有足够的经济把握 机会来了 二技能攒个强化普攻 一技能减速 拿下双杀 然后我抗塔了 就不要恋战 直接出台 从这边出来还能堵住他们逃跑的路 毕竟对面 都是残血 对要是放跑了 不可惜啊 让兵先抗塔 我们进来带走安琪啦 然后这个装周 啊 助我双杀 是条好鱼 好 一个尾丝杀送给大家 潇洒离去 再顺手牵个小野 以及 对面打野不要的蓝buff 哎呦 走了 哎呦 我去 别送了 太客气了 来上路抓个人呀 搬扯小地图 发现夏洛特正在往我这边赶 我们稍微等他一下 好 差不多了 直接出来逗他 我相信这个时候就有人好奇了 我为什么不开大招呢 哼 这个比白丸多了吧 真的会变怂 兄弟们 好是想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不过也不是不好 你看 这波又来了 我就有大力 这是梦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看我直接奔打好吗 刚才去上路有点难受 我来下路散散步 放松一下心情 哎呦 有点痛啊 如果我也并不慌张 我有大招 他留不住我 好 但是松不是我们的风范 直接回头翻的 拿下 看见没 这就是肉铠 看对面要的这个样子 一脸前走 等他过来二技能控一下 配合防御塔 直接拿下 这局游戏我玩的是肉铠 虽然出的是肉 但是它是有伤害的 你们看 好 打鱼 没什么伤害对吧 然后打药也没什么伤害 这都是正常现象 毕竟我没开大嘛 而是选的人也不对 那什么是对的人 你们看这里就知道了 看吧 我打他是有伤害的 但是他打我就没什么伤害了 来 一刀带走 直接走 哎 等一下 回头给个减速 这里我们偶遇敌人节 虽然没有大招 但是杀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哎 不是 是吧 太血了 但是以凯的恢复能力 不需要回程 清兵的同时使用一技能这么慢慢的回血 显然是不对的 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回程啊 不然你看这儿多危险 不过危险显然伴随着机遇 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大招就好 清兵的同时再顺手把扁确也清了 这样下路的一塔不也就没了吗 对不对 嘿 当然 带线偷他要思考而止 见好就收 你说这跑着跑着就逆风了 不明其妙真的是 不过幸好我们还有两路高地 局势也不算太坏 先清掉上路的兵线 然后开大 假装揍他们 其实是在拖延时间 好清掉下路的兵线 看我这个假动作显然做得很成功 把队友忽悠上去了 哎呦 我真的是 不过索性这一波算是收住了 下一波 嘿嘿 也收住了 然后对面就剩了两个人在这 好家伙是个机会啊 直接跟上 找好目标就是这个变圈 哎呦 你个死鱼 别等到好吧 还有技能 攒个强化普攻 一技能减速 完了 打错人了 破了 惩戒也惩错了 不过索性算是追上了 不过总归还有队友是吧 也不是没有机会 不是 售家呀 你在干什么 嗨